洗車場的小房間 家看之下像是員工休息室 但門一打開散亂的桌面 有好幾包假鏈袋 裝滿白色粉末 老闆娘見警方找上門 第一時間往車上躲 以為可以逃過一劫 殊不知一下就被眼尖的員警發現 今年一月花蓮玉嶺一間超商 遭女顧客偷竊 摸走眼線筆還有睫毛膏 損失大約800元 警方尋線追查 發現嫌犯在吉安鄉 經營一間洗車場 他與另一半都是毒品人口 懷疑店內可能藏毒 或進行毒品交易 專案小組埋伏多日修正 降個月二十七號突襲洗車場 果然在店內還有車上 起貨一共十三包的安非他命 還有毒品吸食器 將夫妻兩人還有涉案的兩名員工 通通移送法辦